在上一集中 由于英军提前得知塔利班士兵将要袭击位于山口的检查照 英军与阿富汗士兵组成强大防御力量 并接触两架战机成功干掉了6名武装分子 然而仅仅时隔一天 这个检查站便遭到洗劫 所有士兵全部惨死 根据现场留下的线索 极有可能是自想残杀 事情还没完 在小队返回基地的路上 突然出现一具身果白布的尸体 司机尚未和莫莉前去查看 起料此人正是基地中的阿富汗士兵 她的全身被人用石头砸成重伤 在医院里 她告诉莫莉 塔利班要杀了你 我因为不和他们合作 就被打成了这个样子 莫莉很疑惑 我才到这里几个月 我做什么了 一切还源于她与小姑娘的问题 由于她经常送给小姑娘笔 和小姑娘建立了不一般的情感 结果在街道里被小姑娘的父亲看到 起初没有人知道 小姑娘的父亲是塔利班成员 直到小姑娘额头被打烂 她才趁机告诉莫莉 千万别往山口去 这就有了英军小队 灭掉六名武装分子的事件 事后小队再次处罚 想要抓捕小姑娘的父亲 结果人去楼空 小姑娘还因为背负炸弹 差点造成伤亡 好在最终被阿富汗慈善机构接走 带往了安全地带 这不小姑娘的父亲因为失去女儿 现在要找莫莉复仇 根据美国人的最新情报 阿富汗国民军将小姑娘的父亲 锁定在了一户人家 需要由莫莉去识别她 因为莫莉是唯一一个 见过她真实面貌的人 房间里有数名男子被当场请货 可没有一个人是小姑娘的父亲 趁着莫莉不注意 小伙儿直接给了她一拳 到底这家伙和莫莉有什么深仇大恨 莫莉都不认识她 怎么会对她有这么大的敌意 原来通过审讯得知 小伙儿正是小姑娘的哥哥 她认为就是莫莉接近妹妹 所以才导致她现在家破人亡 父亲被追杀 妹妹莫名消失 自己又被当成罪犯 关在了这里 一切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莫莉 或许司机说的对 在莫莉刚刚来到营地时 她就曾警告过她 千万不要干涉当地人的生活 现在看来该轮到莫莉品尝苦果的时候了 她向司机坦白 确实是我的错 要知道我这么做会给小姑娘带来那么大的伤害 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和她亲近 有后悔药吃吗 又有证据表明 现在小姑娘的父亲正在山区里搞炸药 准备去杀掉小姑娘 这又是什么情况 大概小姑娘因为接受莫莉的帮助 被她视为叛徒 所以需要受到惩罚 无疑这又给英军小队增加了许多不确定性 几天后 根据可靠情报 小姑娘的父亲要前往喀布尔 途中 需要通过一条由阿富汗国民军把守的检查站 英军小队和国民军可以提前在检查站附近设下埋伏 以检查为由拦截一切可疑车辆 经历一夜长途跋涉 漫长等待 第二天中午 一辆卡车缓缓驶向大桥 在大桥的另一头 汽车避篮下 小队正式出动 这时 司机上尾不知怎么搞的 要求大多数人在大桥的另一头警戒 只带领阿福和莫莉 还有两名阿富汗士兵跟随他前去检查 他们明明知道小姑娘的老爹是塔利班士兵 连车上的人都不让下来 就胆敢让莫莉去辨认 想问一下 其他的人都怕死吗 趁着大家不注意 小姑娘的父亲率先向他们开火了 司机身中树弹 阿福手臂中弹 几十个人打一个人 交战了半天 还是莫莉一颗子弹 战斗结束 这狗血剧情 要是真在实战中发生 估计在场的人得全部报销 一个重伤 一个轻张 莫莉到医院看望两人 阿福责备他 要不是你 我和司机也不会成这个样子 那么 莫莉除了塔利班要他命外 还做了什么呢 他还做了一件令阿福十分恼怒的事情 在来到军队前 莫莉和阿福曾是炮友关系 来到军营后 莫莉在一次作战中救了阿福一命 以至于原本对莫莉不感冒的他 又重新喜欢上了莫莉 大概并不是因为他们旧情复发 而是小队里常年见不到女人 所以来一个美女 阿福就可能会爱上他 起料 莫莉来到军营这几个月 已经完全被司机上位的高大英俊 冷酷帅气所折服 而司机呢 也是个正常男人 见到美女能不喜欢吗 以至于他们在一起执行任务时 莫莉竟然询问司机 爱不爱他 可莫莉不知道的是 司机在家里有老婆还有儿子 要别人说 你啥都有还抢别人狗粮 这就让其他人羡慕嫉妒恨了 难道你是长官 就可以有三妻四妾了吗 就这么的 一段三角恋就产生了 阿福爱莫莉 莫莉爱司机 而司机又因为救过阿福的弟弟 所以 当阿福看到莫莉和司机 在房间里接吻时 他之前的所有幻想全部破灭 也就出现了在作战中 和司机争吵 被人先发制人的结果 总结一句话 莫莉是个宝 人人都想要 在结束了阿富汗的服役后 对他们开始纷纷返回国内 莫莉马不停蹄地赶往医院 看望阿福和司机 此时 阿福已经能够下床活动 只是司机还需要进一步治疗 因为在阿富汗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莫莉以及全队士兵 没人都收到了一枚勋章 以表彰他们在工作中的英勇表现 其后他跟随阿福来到一个足球场三星 突然阿福倒地不起 起初莫莉还以为他在搞怪 殊不知 阿福因为脑溢血已经失去意识 遥想前几个月 他在阿富汗多少子弹都没有杀死他 反而回到国内却因为自身问题而死亡 估计阿福直到死的那一刻 也没有想到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离开世间 可能在战场上待久了 无法回归正常生活 莫莉在大街上看到谁都像看到的小姑娘似的 可能他已经隐约察觉到 自己已经不再适合和平生活了 于是他再一次启程返回阿富汗 他找到已经回归校园的曾经阿富汗士兵 希望再一次见到小姑娘 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后一次 莫莉也很清楚 他见到小姑娘的次数越多 他的危险就越大 不过话要说回来了 假如莫莉没有和小姑娘认识 说不定这会儿他也不会孤零零的一个人在学校 或许他正在和父亲母亲哥哥在一起呢 本片上映于2014年 那会儿梅英部队都还在阿富汗 如今他们全部撤走 塔利班全而代之 国家又落入到了他们的手里 正如那名阿富汗小伙所说 你们走或者不走 我们都将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 好了本期故事已经完结 喜欢的小伙伴可以观看原片 我们的女孩 仅仅期待下期精彩内容 我们下期见